蜜蜜 秀兒, 東莞會的鎮 都有很多特產 這次你猜我買什麼呢? 我知道, 是臘腸 聰明, 是臘腸 不過不僅是臘腸 所有臘味我全部買回香港 金銀潤, 鴨腳包, 臘上肉, 臘雞翼 全部都很好吃 話說回來, 你們年輕人不吃 怎麼會不吃呢? 以前媽媽很流行把臘腸放進去一起煮飯 也算是童年回憶的一部分 對 不如現在我和你一起去尋找 童年回憶的軌跡好嗎? 好 廣東臘腸主要以豬肉為原料 豬肉首先要經過修整 去除不要的部分 修整完的瘦肉 用攪肉機切成肉粒 肥豬肉就切丁備用 再按照精準的配方進行醃製 之後就可以灌入天然的腸衣入面 頭過兩三天 要將臘腸放在日光下曝曬 晚上就鬆入胸房 最後風乾大概半個月就製作完成了 曹哥, 這是不是鴨腳包嗎? 是 很久沒見過了 以前小時候都會說在街邊和媽媽吃到 現在真的在香港很難找到 你想不想學? 我當然想 想學就先教你 好 回去做個孝順吧 你先拿著 是, 拿這個 是 鴨腳是嗎? 是 這是肥肉 這是鴨韻 鴨韻 是 是 直接放進去嗎? 沒錯 鴨腸 鴨韻 鴨韻 要怎樣放呢 先 是 這個位置 先冷靜點 沒錯, 撐點 怎樣? 即是夾在肥膏和肥膀? 是 沒錯 慢慢圈過去 圈 即是有多就可以重疊 重疊也不怕 是 現在圈 做好後 這條腸就要收回去了 明白 是 好… 收回去了 對 小心手 然後這個 沒錯 很漂亮 沒錯 真的 一模一樣 秀兒 臘味評判 見過嗎? 見過 知不知道中國人為何這麼聰明 做臘味呢? 我知道 你也知道 對 媽媽告訴我 因為以前的人 科技沒有那麼先進 如果想保存食物久一點 就一定要封乾它 然後製成蠟味 可以 好了 這一盤評判 有哪幾種蠟味 你認識的呢? 吃過的呢? 蠟腸 是 潤腸 是 還有蠟鴨 好了 這個是評判多數有的 這個 你看過嗎? 鹹魚 是魚 是魚 不過不是鹹的 這個是蠟鱸魚肝 很珍貴的 蠟鱸魚肝是香聞 買了鱸魚 然後自己親自醃製的 知道嗎? 知道了 現在 介紹多一個很好吃的 金銀鱸魚給你吃 我都說我年輕的時候 就夠膽吃十塊 現在真的不行了 你看這個金銀鱸 是透明的 你看到也想大咬一口 是嗎? 是 你年輕的,先吃一塊吧 好 我就介紹蠟鴨給你認識 蠟鴨本來不需要介紹的 但是這個飛同繁響是番鴨 來自中南美洲 所以你看到嗎? 它的皮是接近沒有脂肪 是,很薄很薄 而且它的肌肉很結實 通常你看到這樣的品質 你就知道靠得住了 好了,考你第二個問題 好 你有沒有見過人 蒸臘腸、潤腸 是要加湯加菜的 真的沒有見過 那些蠟腸會在湯上面 沒有見過 這個就很出名的 大家都知道 東莞蠟腸短短肥肥 是另有一個特色的 我想問你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蠟腸和潤腸 要放在湯裡面 而不是在上面蒸的呢? 因為他說 原來蠟腸 用湯去煮的話 即是煮的話 是會令到它的水分 更加進入蠟腸裡面 那條蠟腸就可以漿糊了 這樣咬下去就會肥潤一點 即是不會乾柴 因為鴨蠟包 剛才你做過的 是啊 所以我知道了怎麼做 這些原來是鴨腸 用鴨腸包著它 裡面這塊就是肥膏 好 先喝湯 好 它這個湯的味道 吸了蘿蔔 就卸了一部分油 還有它的湯本身 其實不是特別鹹的 蘿蔔也是有鮮味的 所以其實是中和了 這一頓蠟米宴 你吃完之後有什麼感覺呢? 我的感覺是… 我以為自己已經吃盡了天下的臘腸 誰知道原來還有這麼多新品種 我真的沒試過 真的開了眼界 這次油 是嗎? 是 這次吃完之後 我們也要繼續餵食油 去其他地方吧 好 吳幫主 什麼誰?請坐 在下是美女派的林秀儀 林秀儀? 是 秀儀,我認識你的 你拍得很融化嗎? 你變成她樣子 你搞什麼? 吳幫主,你有所不知 是 在下其實是打算喬莊 我上山去練功成為這個 美人廚房的掌門 你行嗎? 是,正在努力 好 對了,吳幫主 是 最近忙什麼呢? 吳幫主,蘇萊 也是一樣東西 喝喝吃吃,吃飯幾尾 這麼多事,沒什麼要做 既然如此 可不可以介紹幾尾給我 帶上山去練功呢? 不要怕餓 不相關 雙請不如偶遇 一起去吃一頓厲害,好嗎? 好 秀儀 是 你搞什麼? 又易容嗎? 沒有 是不是漂亮了很多? 我看見跟阿輝哥吃飯 怎麼也要穿漂亮點 做一個現代版的迷人 Pink Lady,對嗎? 對 Pink Blue Lady 是 先喝杯 先喝杯 乾杯 乾杯 上一集我真的感謝你 吃了很多漂亮點心 今集吃武俠小說 是 是 傳統的各種菜式 看看 是 我知道了什麼 我剛才… 你又知道? 偷偷地走進廚房問師傅 好 好 這是什麼? 這是鐵頭公 但是它其實是鴨頭 我真的不知道吃哪一塊 開始好 是 你先拿出鴨頭 我示範給你們看 其實鴨頭是怎麼吃呢? 你把鴨頭的骨 骨 放出來 是 然後慢慢用手 像手絲雞一樣 捉一下 捉一下嗎? 這個味道是用來送走的菜 我的菜 別說了 其實它的頭部也有一點肉 真的嗎? 椒鹽的味道 這個我喜歡吃, 很香 相當不錯 對 而且適合我這些 算是重口味的東西, 對嗎? 對 另一個菜 金蓉先生寫了很多武俠小說 其中一個代表作是提及的 這個菜式 它就是 汗農十八獎 那你也會 我當然會 我又去問師傅了 好 那你知不知道 汗農十八獎 第十八式 叫什麼名堂? 真的不知道 神農擺味 不過你不會吃完之後 放了我出去的 不可能 不要這件事 我就是說 金蓉先生寫的每一篇武俠小說 今時今日 不僅四十五十年風行香港 翻譯小說的版本之多 是全世界都聞名的 是 明白嗎? 明白了 我從小時候看金蓉先生的小說 從報紙看 看到之後認識了他 是啟蒙神多的 所以今天就不只是光吃 是覺得這件事很值得 我們中國人上課 尼真可貴 來吃吧 好 我自己很喜歡這些豬手的質地 因為有些人喜歡吃軟的 有些人喜歡吃煙韌的 有些人喜歡吃煙韌的 我就是喜歡吃煙韌的 他這個就是比較煙韌的 你知道這裡是什麼嗎? 廢哥 不知道 遠慧甲 你幫我叫嗎? 遠慧甲 讓你穿著 我怕冷 讓你穿著 但其實它就是脆皮豆腐 是 師傅說他們也是自己研發的 外面吃不到 吃起來就好像附足混合這個蜂巢豆腐 挺過癮的 是 試一下才有 怎麼搞笑?不像豆腐 但它很重的豆味 好吃 是 它像不像響鈴煮到淋了 然後吸收汁的感覺 這個過癮 是 修夷 是 是 吃完這頓飯之後 會不會覺得自己功力大增呢? 何止 我覺得我可以稱霸天下 成為天下第一 好啊 真的嗎? 是 好, 乾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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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繼續餵食江湖 再見 再見 你 谢谢观看